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这儿大城市生活好好的 你就在老家农村呆着呗 我想你了呗 你看 你也不回家 我就过来看看你 这是妈亲手淹的小鸭蛋 给你带了点 你给我带的干嘛 臭死了 再说了 我在这儿大城市我想吃什么 什么买不到啊 我还用你送啊 闺女 那买的怎么能给妈这比啊 这是妈自己喂的鸭子饭的蛋可好了 妈 不是我说你 你如果想过来这里找我 你好歹也换身新衣服过来吧 你看你这穿的是什么呀 那一看就是个农村人 闺女 我这衣服啊 都是新买的呀 在咱们的集市上 你看我穿上多好看呀 你哪只眼睛看到她好看了 妈 我告诉你 你以后没事不要往我这来 你知不知道你女儿现在在这公司什么职位呀 我是总经理呀 如果让别人知道我有一个农村的妈 我这个脸还要不要了 那别人会怎么说我呀 闺女 你无论做多大的官 这我也是你妈呀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呀 陈妈就是想你了 来看你一眼 你怎么 你怎么那么不耐烦呀 你也知道我不耐烦啊 你就不应该过来 你过来除了会给我丢人 你能干嘛呀 你赶紧走吧 这平时你在家里面 我也没少给你打钱呀 你又在农村老家好好待着 不要往这大城市里面来呀 妈知道 你给我打钱了 可是那钱代替不了你呀 咱们俩相依为命 这你自从上了大学 参加了工作 你回家呀 都是有数的呀 什么 真的太想你了 我就过来看看你 你说 这你爸走得早 我一个人含心如苦 一把屎一把尿 把你拉扯大 我容易吗 现在你考上了大学 参加了工作 有了钱 可是你光给我钱有用吗 我需要的是什么 你不清楚啊 你永远没完啊 你这大老远的跑过来是来找我邀功的 我要告诉你了 我是你女儿 你是我妈 你供我上大学 辛辛苦苦把我养大 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你如果不养我的话 你生我干什么呀 我现在大学毕业了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好工作 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我当着到总经理 我脱贫了 你懂不懂啊 这以后我就是床里人了 你这农村人 咱们两个人心里上面都不符合 鬼女啊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呢 你再怎么有本事 你再怎么当官 无论你的官当多大 你都不能忘本啊 农村人怎么了 没有农村人 你们城里人 吃什么 喝什么呀 那高楼大厦不都是农村人盖出来的吗 你有完没完啊 我不想听你在这里教训我啊 你有这功夫 赶紧的 买个张车票 回老家 你走下去啊 行 我千里老远的 过来看你 你却这样对我 你也不为我可不可 饿不饿 就直接赶我走 你实在太让我憾心了 那正好 我让你憾心了 你就赶紧走 别在这里给我废话了 我不想看到你 走走 走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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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什么呢 这办公室啊 董事长 董事长 这是谁啊 这就是一个老乡 他过来想让我帮他儿子找份工作的 找份工作呀 找份工作你们吵什么呢 小伙子 对不起 打扰你们了 阿姨 是你啊 这么巧啊阿姨 阿姨 小伙子 你快起来快起来 这是怎么了 阿姨 我真没想到今天能在这 再碰见我的就没见人啊 小伙子 原来是你啊 我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你也在这上班吗 对 阿姨 这儿是我的公司 这是你的公司呀 小伙子 你可真有本事呀 这么年轻 都有这么大的公司了呀 阿姨 我再有本事有什么用呢 当初要不是你救了我 我能有今天吗 妈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怎么跟我们董事长会认识呢 事情是这样的 几年前呀 这个小伙子开车去咱们那去旅游 这不是中间下雨了吗 他的车打滑 就一下掉在了沟里 当时也没有人 就我一个人看到了 我叫咱们村的村民都来帮忙 这才把他的车给拖出来的 是啊 要不是当初阿姨你的话 我可能就没命了 对了大妹 你刚才叫阿姨妈 你不是说你们一个村的吗 总共成你妈了呀 小伙子 我本来就是他妈 她是我女儿 她嫌弃我穿的破 嫌弃我是农村的 给她丢人了 她正赶着我走了 什么 大妹 你现在嫌弃你妈 董事长不是的 这都是误会 误会什么呀误会 刚才我见门也看到了 你推着你妈出去呢 大妹 这你妈把你生下来 把你长大了 也不容易呀 你说供你都说供你成才 你现在长大了有本事了 你就这样对待你妈呀 啊 她说你妈是你老姓 怎么了 嫌你妈给你丢人了呀 大妹 你妈虽然穿的破 但是她的心理呀 比你每一千每一万倍 董事长 我错了 你就别生气了 你能让我怎么不生气呢 李大妹 这些年你学习的东西 都被狗公子里去了呀 难道你学习生日 没听过一句话吗 这高粱贵乳 乌家反普 这狗不显家皮 这连畜生都有道理 难道你 这欢迎来一个人你不懂吗 李大妹 我现在就告诉你 无论你在我的公司 你的业务做得有多出色 但是你没有一个好的人品 我们公司就不用你 你给我好烦你 你竟然那么不喜欢你妈的话 那行 阿姨 走 去我家 我照顾你 想我的 她舍不得 阿姨 你说你 你这都来了 你能去哪呀 难道 这就走啊 阿姨 你呢 就给我一个报答你的机会 你让我啊 好好笑着一笑着你 啊 是 阿姨 你还看着干嘛呀 像她这种不笑的闺女 不要也罢 阿姨 阿姨 这几天你就跟着我吧 我带你去吃点好吃的 然后带你到处玩玩 让她自己好好反应 慢一点 走 都怪我妈 早知道 我就不应该那样对我妈了